西班牙公共服务部门的医生们在与新冠病毒作战6多月后 27号走上街头罢工抗疫 要求得到更多承认 这是公立医院医生25年来首次全国罢工 根据西班牙全国医生工会联合会的数据 全国26.7万名医生中约85%参加了罢工 德国感染病例呈指数级增长 到周末每天新增患者约有2万例 德国经济部长彼得·阿尔特迈尔认为 感染人数的增加和日常生活中的限制 将使欧洲经济增长更难像最初希望的那样迅速反弹 26号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 制裁主要针对伊朗的石油化工部门 针对本次制裁 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美国是时候承认他是一个制裁成瘾者了 针对伊朗发动更多的经济战 只会让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表示 新制裁表明美国试图将伊朗原油出口清零政策的失败 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 伊朗石油工业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马来西亚政府26号宣布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 马来西亚将于11月20号 以视频方式举办2020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马来西亚方面发表声明说 本次会议将启动2020年后合作愿景 以代替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的贸物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your vide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